超级蟹腿肉 蒜蓉辣酱三明治 哈喽大家好 众所周知 帝王蟹身为吃的最过瘾的海蟹 价格昂贵 所以如果想奖励自己 或者孝敬家人的话 你买完不会做 或者说处理不好 就太浪费了 虽然看一些专业的吃播 吃帝王蟹的时候 包起来既简单又完整 但其实你想要完美的吃掉一只帝王蟹 还是需要注意一点小细节 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帝王蟹太大 家里的锅放不下 其次就是这个鲜活的帝王蟹 你要是第一次尝试处理的话 会梧桐下手 甚至你要胆小的女生可能还会害怕 不过今天分享的这个办法 可以满足一切问题 首先就是捡腿 沿着这个关节 直接捡就OK 排掉蟹血的同时 可以减少占用的空间 所以常规大小的蒸锅全能放下 可谓是一键双雕 我用蒸锅的话是定时15分钟 如果家里用开火的大蒸锅的话 等水开后中火10分钟就OK 千万别蒸时间长了 不然蟹肉就缩水了 蒸好后的蟹腿被用 接下来就是蒸蟹身 蟹身电震锅的话 我是20分钟 用普通蒸锅15分钟就OK 蒸好的蟹腿直接用流动水冲洗 降温的同时还能把肉质缩起 使这个蟹肉更好包出来 最后擦干水分后就可以取肉了 第一步很关键 就是一定要先把这个关节 和它这个大腿给掰开 掰开后 抽掉它这个蟹筋 这螃蟹腿能不能活动啊 全靠这两根筋 抽出来后呢就是剪蟹壳 这个也很关键 千万别竖着剪 把这个剪子横过来 贴这个蟹壳的上边 这么剪 这样的话不会剪到蟹肉 剪开后呢 就是一根 完整的大鞋瓣 然后第二段也是先掰关节 这个直接蟹肉就掰出来了 第二节肉 接下来第三节肉 还是掰它的关节 从后往前取 一顿 这个如果不用冰水 或者说流动水去降温 去让那个肉质缩紧脱壳的话 很难顿出来 接下来就是错误示范啊 不拆蟹腿 直接剪壳会发生什么事儿 同样的 斜着剪完 虽然蟹肉完整 但是拿不出来 你看见没有 在这个筋上长着呢 你还是要 捏住了这儿给它脱骨 这弄不好就容易板中弄散 好啊 问题不大 处理好蟹腿后 取出蒸好的蟹身 同时把包好的蟹腿肉 放在蒸箱里保温 蟹身跟蟹腿一样 冲洗空水 首先就是把蟹身跟蟹壳 中间连接的这块给剪断 剪断后就非常简单的 就能给它 拔开 取下蟹嘴 蟹嘴连接的这个是蟹胃啊 旁边两侧的这个就是蟹塞 这两排 全给它剪掉不要 蟹的两个大牙 给它去掉 接着蟹壳 把屁股撕开 这个就是它大肠啊 很脏 当然蟹屁股很好吃 把它屁股就一剪 然后肠 就蹬出来了 然后把它的屁股上的肉取出来 非常完整的一块 这块我之前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特爱吃 处理干净后啊 就剩最后的蟹身了 中间一剪 剩下一掰 然后呢 就沿着它这个蟹身中间 给它一分为二 这样处理完这个蟹身又特别好剔肉了 拿筷子这么一扒子 全下来了 全下来了这个蟹肉 好啊 大功告成 一整只帝王蟹 满满的蟹肉 因为刚才保温 所以这个蟹肉的温度刚刚好 拆开蟹盖啊 里边就是满满的蟹肉 这现在也可以开吃了 我是觉得帝王蟹 因为它蟹肉本身就很有风味 哇 不会是吃起来最过瘾的蟹啊 这一大口太满足了 在蒸汁前就把蟹血排得很干净 除了蟹肉的甜和蟹以外 没有其他的任何异味 吃你觉得非常清爽 如果不喜欢白嘴吃的 我觉得沾任何你喜欢的蘸料都完全OK 在这我推荐大家我新发明的一个吃法 首先就是用小文哥他家做的密质辣椒酱 配上辣椒酱2比1的香油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这小文哥不用给我打钱啊 到时候9号上海带货的时候 请哥们儿搓一顿好吃的就行 不过有一说一 它确实挺好吃的 这个我发明的并不是说站着吃啊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拿一个蟹腿肉 用刀从中间划开 把蟹肉打开后啊 用这个蒜蓉辣椒酱 给夹在中间 你就说 它怎么能不香 这吃法小文哥自己都不知道 我都没跟他说 那天他寄给我 我自己试着 超级蟹腿肉 蒜蓉辣酱三明治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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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兄弟 我知道你馋的不行了 因为这个确实太香了 太香了 你来 你拿这个大蟹腿肉当馒头的这种吃法 对吧 大蟹腿当馒头没毛病啊 哇 可妈 这一家 接着点 还有油 别弄伸上啊 太爽了是吧 二毛 蟹前也可以直接蘸这辣椒酱 嗯 直接 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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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蟹屁股 看这辣椒酱和匀了 我可 嗯 大蟹屁股 我可 对 我可 我可 我可